必而学画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画花朵谈 一只小鸡准备过河 可是没有桥怎么办呢 它发现岸边有大大的花朵 它就用花朵做成了一条小船 来到了河对面 我们先画出小鸡的外形 小鸡毛茸茸的 大大的脑袋 我们在它的头顶画出机关 大大圆圆的眼睛 它的嘴巴尖尖的 小鸡它不会游泳 它只能用岸边的花朵 做了一艘小船 在花心里添上一些圆点点 我们画出远处的小山坡 河流 岸边我们添上漂亮的花朵 我们在地面上 画出满满的鲜花 在远处的山坡上 我们画出高高的大树 天空中飘着零朵 小鸡乘着花朵船 来到了河对面 现在我们给小鸡涂上颜色 小鸡毛茸茸的 我们用黄色把它涂好 黄色的头 黄色的身体 浅黄色的肚皮 涂黄色的翅膀 嘴巴 头顶的小关子 我们都用涂黄色涂好 花朵船 我们用橙色画出花心 我们用红色画出小种子 花瓣我们用粉色 蓝色的河水 我们用深蓝色画出水波纹 地面上的小花 我们用橘红色 绿色的叶子 按两边的草地 我们用浅绿色涂好 接下来我们用深绿色 在地面上画出小草 远处的大树 我们用绿色涂好 加上一些浅绿色 棕色的树干 最后我们涂上粉色的天空 好了 小鸡的花朵船 我们就完成了 这是贝儿的世界 喜欢我 这边也关注我哟